攻略成功后 系统说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 我想让牺牲的革命先链能复活 好好地安享晚年后才无疾而终 系统将我扔在抗战爆发初期 适者复活我无法做到 但我可以穿越时空 但你见到还是牺牲的革命先链 我看到了舍身炸碉堡的英雄 我冲他大喊 英雄别走 我有别的办法炸他 战火连天 炮弹四起 侵略者们躲在碉堡里 拿着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 无数先链硬枪倒在地 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土地 目光所及之处 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尸体 但没有任何一个战士退缩 他们心中有着无比坚定 为新中国而战的信念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胸膛 去顶住侵略者的炮弹 班长 时间不多了 陈中虎趴在战壕上 他的左腿已经被子弹打穿 但他却不知疼痛一般 大喊道 我去把碉堡炸掉 不行 班长立马按着陈中虎 他拿着炸药包翻身出战壕 班长的胸膛 被子弹钻出无数血淋漓的破窟窿 班长 陈中虎痛苦大叫 他竭力将班长拖回战壕里 此时 他已来不及悲伤 他轻轻直冒的脸上充斥的憎恨 提起地上炸药包 不顾一切地往侵略者碉堡方向跑 与此同时 我的脑海中浮现系统的声音 宿主 眼下对少年是舍身炸碉堡的英雄陈中虎 我心中很是愤懑 我的愿望是 一 希望牺牲的革命仙烈能复活 二 希望革命仙烈们安享晚年的无疾而终 但系统全部都没有做到 他刷新言子 告诉我 逝者复活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但我让你见到活着的英雄 也算是间接满足了你的愿望 我深吸一口气 没关系 既然我穿越时间 回到这时代 那么 我就会尽自己的权利 不让悲剧重演 英雄可以躺在灵墓中 被大家捧着鲜花祭拜 但 我更希望 是活生生的英雄胸口 别着徽章 站在教室讲台上 举臂高辉 讲述曾经打败七月者的真龙过往 哼 我普遍不已被系统甩落在陈中虎的前方 你从哪里来的 陈中虎的脸上满是剑落的鲜血和消炎灰尘 他把我往战壕中拽 大吼着 赶紧躲沟里面 别探出头 七眼见到书本上的英雄 我不觉热烈盈眶 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 英雄 你别走 我有办法能够把刁堡炸毁 你在开什么玩笑 眼下情况极为紧急 碉堡多一秒存在 就会多几个战士的伤亡 陈中虎将我别开 后面身后的战士们大吼一声 大家火力掩护我 中虎 战士们眼眶中 无不适去的泪水 他们都很清楚 这一别将是永迭 我知道 我根本拦不住陈中虎 只能赶忙从随身的包中 拿出超能负重的无人飞机 这款无人飞机是上一个工业男主成功后 系统奖励给我的 它是未来超级进化的 零米材料组合而成 具有抗弹 防火 防爆 放切割等一些类优点 最重要的是 它由我的脑中意念操控 切反应速度极快 可几秒之中 飞速到百米开外 用它来炸碉堡 再合适不过 我拿起壕锅中的炸药包 悬挂在无人机上 准备用火点燃导火线 你在干什么 身旁的一个战士 猛地扣住我的手腕 愤怒地喊着 抓到一个奸细 我不是 我只向天空中飞行的无人机 焦急万分道 我是刘洋回来的学生 我带来的是新型武器 这个武器 可以不让沉中火同志牺牲 就能炸毁标宝 伴随着无人机 在空中的翻转扭动 战士眼中的犹豫消散了几分 你怎么能在 我们阵营点燃炸药包 我有口说不出 无人机可以几秒钟 到达标宝地点 就算现在我点燃了炸药包 也完全不会炸上我房 但战士显然不相信我 时间紧迫 我深吸一口气 拼命朝着远离战壕的方向跑 确定不会再让战士 感知到危险后 我才停下身 开始点燃炸无人机上 挂着的炸药包 也就是这时候 忍住 战士奋不顾身朝我跑来 他怒吼着 趴下 我赶忙照做 沿了余光 却看到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口 精准无比地朝我射出子弹